所以你在學習 學習最夯的 因為目前最需要的部分 你會發現暢銷排行榜 目前大概有幾個趨勢 像伯克萊你們看一下 第一個可能跟 ChargeGP 有關的 好像都賣得很好 第二個的話 可能跟 Python 結合 E-Sale 這兩個就是 Python 又要把最後的結果 輸出到 E-Sale 或者跟 E-Sale 做一個協同應用 好像這種書都賣得很好 那我還想說 如果你假設不一定要 Python 你就乾脆直接在 E-Sale 做不就好 E-Sale 裡面有 VBA 為什麼你不用 VBA呢 還有最新的 Excel 的版本 也會把 Python 直接就加到 Excel 功能裡面 將來會在這個 在公式裡面可以看到 我記得好像新的版本中間這邊 會多一個 Python Pi-Sale 直接可以在這邊 直接寫 Pi-Sale 的程式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 當然多學一點東西 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比較難的公式 比如說這邊要顯示的是吳先生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式應該如何下 當然第一個啦 一定要先取前面這個字 吳 它姓什麼 所以我們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什麼呢 文字類裡面的 left left 是取開頭的幾個字 那一個字嘛 所以開頭 這個它的名字裡面的第一個字 輸入一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得到吳嘛 不對啊 它後面應該是吳 性別是男 所以先生嘛 女的話是小姐 當然你不能說 老師我後面and的一個什麼 and的一個先生 先生記得應該是一個文字嘛 所以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女號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先生 當然你打勾啦 不過變成這樣 向下填滿了 全部都變先生了 有沒有 張先生 應該小姐也變張先生 全部都變先生 不對啊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它這個性別是男的話 那就輸出先生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女啦 不是男就女 因為二二選一嘛 那就輸出小姐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and這邊後面 打一個if 你打一個if if 然後錢刮虎 然後它問你三個問題 不過自己打你覺得有點障礙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按插入函數啦 你and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游標放這邊 插入一個函數 那這邊的話 記得就不是文字 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那個叫 邏輯 有邏輯 這邊有 if 在邏輯裡面有if 然後按確定 它會把公式放在這個and的後方 然後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啦 那其實跟自己打是一樣啦 只是說怕各位哪個方法習慣 你就用哪一個方法 公式不要打錯 那邏輯就是說 如果它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輸出先生 反之又小解 所以哦 游標點這邊一下 如果 如果什麼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 哪個儲存格 B10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裡面是放 是的話是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男 所以你就打一個男 如果是男的話 那你就輸出什麼呢 OK 男 OK 然後呢 如果為初的時候 就輸出先生 反之又輸出小解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前後 自己要加那個前後算 不過其實這邊沒加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if這個函數 它會自己幫你加 有沒有發現 它是還滿貼心的 OK 不過有些函數沒有這麼貼心 應該要加文字 可是他沒幫你加 就會產生公司的錯誤 這個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好啦 這樣按確定說的話 那我們邏輯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end有沒有 就把公司加到這邊 然後你打勾之後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他會去check一下 前面這個資料 它是不是男 如果是就先生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小解 OK 那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理論上這個應該可以 所以把這個公司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信 一個是稱謂 然後中間一樣用end的符號把它串接在一起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 所以end滿重要的 它等於是有點穿針引線的味道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喜歡用end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concat 所以我試過沒有比較簡單 反而比較麻煩 所以我基本上就不會自找麻煩 所以這一招的話 恐怕可以把它學起來 OK 所以這個應該比較沒問題 然後rise這個比較簡單 我就跳過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應該有一個是性別這邊吧 男女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有點類似 他也是要兩個步驟 不過不是串接 而是要把第一個步驟得到的答案 放在第二個步驟的公式裡面 繼續在做 怎麼做 性別 OK 這個性別應該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 性別應該知道吧 第二碼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 我們應該先把第二碼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再用if的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他是1還是2 如果是1 那就是男生 如果是2 那就是女生 OK 應該只有1跟2 目前身分字號應該沒有別的數字 未來不知道會怎樣 OK不知道 但目前只有1跟2 所以我們先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先取出第二碼 前面有left可以取左邊的 right可以取右邊 中間怎麼辦 中間有mid 有沒有 mid就是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 mid的函數反而用的比較多 因為laps跟right好像 有些資料大部分都在中間的資料 機會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 mid的函數 mid函數用的 所以怎麼做 插入函數 一樣再切到文字 然後找到那個M開頭的 M開頭在這裡 OK 然後按確定 那當然一樣啦 我是建議各位慢慢 就是培養那個 使用函數那個feel有沒有 就是你不管 你只要那個feel有建立 你有那個感覺之後 不管這個函數你有沒有用過 你大概就知道說 我去哪邊找這個函數 在文字的類別 然後呢 底下會秀出說 你需要幾個參數 那什麼叫參數 就是你需要提供給他 哪些的一個資料 他才有辦法幫你處理成你要的結果 OK 底下有個敘述 他這邊有說 這個函數是什麼用途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總共會有三個 所以按確定 一樣會有三個框框 讓你輸入他要的 所以他等於這個框框 一個文字框框 就是要跟你要一個問題 那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看懂前面他問的問題 他第一個問題是 TES 當然猜也知道 TES就文字 意思是說 你的那一串文字在哪裡 因為你不是 MID是要切割 他要切割 資料 從哪個資料 從身分字號 所以你第一個 先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這裡 B12 有沒有 所以你會把 B12點一下之後 他就會把B12的資料 幫你帶過來 那你可以看右邊 這邊就會有一個 B12裡面的資料 OK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 他要問你說 START START是從哪 顧名師嘛 START是開始的位置 那這個MUM其實就是他的開始的 應該算是LUMBER 應該是數量 指的應該是 哪個字 白話意思應該是哪個字開始 那我要取的應該是第二個字 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意思是哪一個字 第二個字開始 那最後一個的話 一般是LUMBER LUMBER應該是 數量吧 應該指的是數量 那 CHARSE是字 意思是說幾個字的意思 幾個字 OK 幾個字呢 我要一個字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那記得哦 只要看到LUMBER 這個都是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前後不要加什麼 前後算以後 但是你會發現TEST 它是一定文字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B12前面沒有加 這個 因為你只要指到儲存格 你就不用加 但是如果你自己輸入了就要加 這個是規則 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那所以它會幫你取出來 從這個身分字號的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出來 那得到的答案在哪裡呢 得到的答案在這裡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哦 可能你要很敏銳哦 有時候按確定之前哦 請你還是仔細看它一下 他得到的這個答案哦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請問一下它是這個1的話哦 它是一個數字還是一個文字呢 應該看得出來吧 它前後是有什麼 有雙引號的 那表示說呢哦 它取得的這個1有沒有 是一個文字的1哦 那你說老師為了要特別講這個啦 在以色列的世界啦 畢竟在電腦的世界裡哦 文字跟數字哦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以後哦 如果你把它比對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數字哦 跟文字的1比 你會發現是不match的 OK好 按確定 那我們得到的哦 就可以看到 這個1就幫我輸出了 但是你把它向下填滿 其實沒意思啦 因為性別怎麼1跟2 所以第二件事呢 我就要再把它怎麼樣 如果它這個的結果呢 假讀等於1的話 那我就輸出男 反字就是女 那如果 所以這個有個敘述叫如果啦 所以要怎麼樣再把1幅加上去 我的習慣是 再等號後面這個公式剪下來 那剪下來做什麼呢 我把這個公式剪下來之後 再放到1幅裡面呢 做第二次的邏輯判斷 所以等於是這個公式呢 再把公式放到公式裡面 做下一步動作 因為我要做判斷嘛 所以剪下 記得哦 沒有等號哦 然後再插入一個邏輯的函數 邏輯 邏輯在這裡 1幅 OK 然後呢 一樣嘛 第一個是邏輯 什麼邏輯呢 如果 什麼呢 這個裡面得到的結果 假如等於1的話 等於1嘛 兩邊比較一下 如果等於1的話呢 那就是男生 反之的話就是女生 反之就女啦 當然我這邊沒有打前或雙女 不過 我剛剛講過 一幅他會自己加 所以我就懶得加 讓他幫我加 OK 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那就是男 如果是女的 如果是 不是1的話呢 那就是女 不過呢 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按確定的話 看起來公式好像沒錯 可是輸出結果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奇怪了 為什麼全部都是女生呢 公式有沒有問題呢 看起來 這個哪個地方發生錯誤呢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出來 我剛剛有特別特別強調 有個地方 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哪裡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我們這個的結果 這個得到的結果是多少 是1對不對 然後裡面是記號 有沒有 前後雙女號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呢 後面 假設沒有前後雙女號的話 那 它就是一個數字1哦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兩邊要比較的話 在ESEL裡面 這兩個視為不相同 OK 所以特別要注意哦 這個很常發生錯誤哦 雖然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這個卻是經常發生的錯誤 OK 太常發生了 因為 不升美局 很多人習慣每天 但也很正常嘛 因為我們眼睛看到的都是1嘛 可是電腦看到的就是不同的1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字 兩邊不同哦 很重K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把這個後面1記的 加上前後雙女號 有沒有特別注意哦 剛剛沒有加這個哦 沒有加是全錯 加了之後呢 有沒有 向下填滿一下 就對了有沒有 這兩個女 這兩個男 沒錯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為什麼要特別講 因為這個是還蠻常遇到的 就是你資料型態哦 真的就搞不清楚 所以常常會用眼睛看 得到的結果就是錯 你說哦 是不對啊 我明明看到的都是1 那為什麼得到的結果 兩個卻不相同呢 他就常常 這種問題常常同學問 那意思很簡單嘛 一定是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字嘛 兩邊一定不match 要不然的話 還有一種可能性啦 就是說你比較的時候 有的同學習慣很差 就是突然給你中間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有沒有 這是什麼東西 加一個空白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加一個空白哦 當你移開的話啦 你可能看不太出來 好像裡面等於1 看起來還沒錯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哦 你向下填滿的話呢 還是錯 那為什麼呢 因為哦 你莫名其妙要給人家多增加 因為有的人習慣輸入的時候 就很喜歡按個空白鍵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按個空白鍵之後啦 按個空白鍵之後的話 當然前面是1 跟後面的1空白 那當然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視覺上也會容易看不出來啦 這個還蠻常容易發生的 這個千奇百怪的狀況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哦 你不希望發生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那盡量就是說呢 把這些可以避免掉的錯誤 都記得要 大概可以 記得把它避開 那你 自然而然你輸入公式啦 寫程式 應該就是還蠻 不容易發生錯誤的 OK 按確定 好 答案就出現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個題目裡面比較難的啦 大概就這一個 跟這一個 其他的話 如果可以做自己先把它 練習看看 那另外可能底下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 就是MID這邊 底下這邊 好像得到的結果 好像 會有點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到 就是你把那個MID 這個底下這個公式 練習完之後 卻發生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呢 就是你一輸入之後的話 他得到的結果 好像變成這樣 有沒有 你說好奇怪喔 明明我公式輸入結果 都對啊 可是為什麼 最後的結果 他卻不是幫我 取得我要的資料 而是變成他的公式 被顯示出來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很簡單 你只要注意 這個又是什麼影響 格式的影響 什麼格式 儲存格 這個範圍 按右鍵 這個東西啦 所以以後 這個儲存格式 也相當相當的重要 因為他會影響 非常非常多東西 如果你儲存格式 設定錯誤的話 也會發生錯誤 OK 所以要怎麼改 很簡單 按右鍵 儲存格式 你可以看到 一般狀況 如果你完全沒更動的話 它會是屬於 通用格式 這個選項 但是如果說 假設你不小心 把它改成文字的話 特別是喔 如果你改成文字 它就變成這樣子 OK 所以以後 當然了 如果你假設你是希望 把結果呈現出公式 而不是結果的話 你可以先改文字之後 再輸入公式 你得到了